大家都知道国漫斗破苍穹三年之约特别篇已经完结有一些日子了,而我们苦等的番外片人起以及年番也终于迎来了最新消息。 官方明确表示,斗破苍穹年番和斗破苍穹之人起特别篇会在今年暑期开播,意思是在6月到9月之间开播。 斗破苍穹一直被寄予厚望,自从三年之约结束后,很多粉丝都希望斗破苍穹第五季能够尽快播出,而官方也回应了粉丝们的期待,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斗破苍穹动漫中,并宣布第五季斗破苍穹嘉南学院片将以年番的形式陆续播出,虽然没有确定定档日期,只是说暑期档播出,但不难猜测,他应该会接档舞动乾坤。 舞动乾坤第三季共12季,目前已播出8季,也就是说,再过一个月左右,斗破苍穹动漫又要和大家见面了,官方还发布了缘起和年番预告,缘起相当于重制了斗破苍穹第一季的内容。 不过不用太担心,动漫只重制了部分内容,从预告来看,缘起篇幅只有三集,这三集的内容主要是讲述消炎与要老缘分的开始,正是他们命中注定要相遇的故事。 小蓝认为缘起的三集,还是有必要的,毕竟第一季太烂了,关于年番的内容。 看过原著的粉丝一定知道,剧情主要是在迦南学院发生的故事。 提到迦南学院,大家自然会想到萧勋儿。 第四季播出时,肖勋儿的造型被大批粉丝吐槽,容貌和服装槽点太多。 造型不仅比不上美杜莎和云云,甚至那蓝嫣然都能完胜它,实在让粉丝难以理解,必要求重建造型。 现在制作团队听取了粉丝们的意见,将服装改回原著中老树的青色。 薰儿清纯优雅的气质一下子回来了,面部造型也进行了一些优化,虽然看起来还是不如美杜莎和云云经验。 小兰觉得是我们没有看的习惯,而且她在预告中只出现了很短的一段时间,所以还是要等正片播出,才能看到她真正的颜值。 不过想见到薰儿可没那么快,因为萧嫣进入迦南学院之前,还要逃亡一段时间和在黑角域徘徊的过程。 毕竟,在云云放走萧嫣之后,云山发布了全国通缉令,萧嫣要先逃离干玛帝国。 而嘉南学院处于黑角域当中,萧嫣要想进入嘉南学院,必须先进入黑角域。 萧嫣在黑角域里,又将发生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萧嫣在黑角域里,又将发生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萧嫣在黑角域里,又将发生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。